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个办法 就是说叫做联想记忆法 联想记忆法 联想法记单词 联想法记单词呢 刚才说到联想法相对来说 是比较江湖的一些记忆方法 它可能用大量的一些边故事边口诀 这个方法呢还是一样 如果你运用很好的话 那可能会对于你记单词来说 速度会很快 但如果你运用不好 你会发现 你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就故事记住了 但最后单词还是没记住 我学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还是那句话 在课堂上 我在课堂上呢 在新东方上课的时候呢 面试班的时候 我经常跟学生去讲 我说任何一个办法都有它的好 和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和它的一个瑕疵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办法适合你就OK了 那么记忆单词的办法 我都会给大家去讲 以后在寄掉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联想法 以后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学术的办法 比如说通过词源去记 你觉得哪个办法好尽 你就选一种办法就可以了 因为最终我看那些的结果 你能不能把它记住 你记了半天 讲了再嗨 你一个没记住 还是等于不行 那讲的再学术 你还是不明白 或者说讲的再学术 你听得很明白 但是回去记忆单词 还是记不住 也不可以 所以说这个方法 你选一种适合你的就好了 那么这个联想法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联想 第一个 如果一个单词是单一节词会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行进词记忆法去记忆 可以采取行进词去记忆 比如说你看这个单词叫做Find Find叫什么呢 叫做恶魔或者恶人的意思 Find 恶魔恶人 如果这单词 什么叫行进词 少一个像的词味 给它放到一块 别光记一个词 注意点 别光记一个词 你找一个像的 跟它放到一块 你看这单词 哪个词跟它长得很像 你光看它能想到哪个单词 你看这个词 能不能想到 叫Friend 如果你要想到Friend的话 那么这个就比较好记 你看一个有R 一个没R R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联想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朵鲜花 Flower的感觉 R 想成一朵花 所以有鲜花的就是朋友 没有鲜花的就是恶魔或者是敌人 恶魔或者是恶人都行 在考试当中我说一下 北北考试当中 他考察的是谁呢 他考察的是形容词 考试当中 他考察的是这个呢 叫Findish 叫做Findish ISH表什么意思呢 ISH叫做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像什么什么似的 所以这叫像什么一样的 像恶魔似的 就这个意思 恶魔般的恶毒的都行 Findish 有鲜花的是朋友 没有鲜花的是恶人 所以你要记住一点 除了记以外 我们还会讲考 就你要把考试当中考过的词 这要了解一下 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 你看比如说 这个后织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像什么一样的 咱们加强像印象 因为这个后织里面 还会大量见到 比如这个词叫womenish 人家看manish 比如说我们看 像womanly 这都属于行进词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在记的时候 就记记就记混了 记不住了 你看这四个词 一给大家 大家马上就会反应过来 这四个词肯定是跟什么有关 男人和女人 肯定是跟男人和女人有关 男性和女性有关 但你会发现 一个叫womanly 是跟女人有关 但womanly 也是跟女人有关 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要一样的 这词就白燥了 就废词了 肯定意思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要 如果记住 我刚刚给你讲到的这个后织 这俩词 马上就会区别开 你看这叫像什么一样的 像女的词的 像女人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就马上就会辨别开 像女人一样的 你觉得这个词应该修饰谁 是不是修饰男人的 对不对 咱们经常会说 你看这男的 像女的词的 能列这种感觉 像女人一样的 所以叫做娘娘腔的 womanish 表示sissy boy 没有人 女人会受到这样的表 一说是这个闺女 长得真像闺女 没人怎么说 那这人就语病了 像这个manish 就像男人似的 那这个肯定说的是谁 说的是谁 说的是女人 很爷们的 现在就是江湖流传的各种歌 是吧 叫做manly manish和womanish 一个叫做娘娘腔的 一个就是很男性化的 就是女人很男性化的 而这两次表示纯正的 纯种的 这就是说一个男人 很爷们的 叫manly 阳刚的 有男子弹气概的 而womanly表示有女人味的 有女人味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大家在记行进词的时候 注意点 大家在记行进词的时候 注意点 你看重点要记谁 重点要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你就记他们不一样的 这就区别看 你要是单记单 那放一起肯定会混了 所以这就没花了 就恶魔就完了 刚才记得这个词吧 spout的刚才 是不是给大家已经讲过 喷出吗 还记得吗 喷出了一个什么 sprout 看这个单词 发芽 发芽也是喷出来吗 sp也是不像y 按照老鱼的 鱼老师的这个思想说 喷出了一朵花 你可以这样去想一想 刚才是不是说 想了一朵花吗 喷出了一朵花 所以这就是发芽了吗 spout sprout spout sprout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行进词的联想 我们可以把长得像的单词 放到一块 把长得像的单词放到一块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 再举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自己 进行一个实践 比如说 balk 比如说这个单词 balk 要让你记着呢 先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让你记着你会怎么去想 上来叫长得跟它 讲得像的放词 放到一块 长得像的叫发音还接近 这是最好的了 你能想哪个单读三遍读 balk balk 变化一个字母 就行进词嘛 就差一个字母 你看能不能想这个词 叫做talk 如果你想talk跟talk 放到一块就记一下 一个是谈话 这叫什么 balk叫什么 叫停止 balk at 就是它的用法 stop 停止谈话 balk talk balk talk 不要说话 停止谈话 叫停止 抑制的意思 抑制 停止 balk talk 停止谈话 停止谈话 都三遍 每次复习的就是说三遍 balk talk 你看看 这样去记 不会花时间太长的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逻辑 但是注意一点 行进词就是这样去记 就找一个对照 跟它放到一块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单词是多音节词汇 多音节词汇 要什么呢 叫拆词 就我们说要拆分 要进行拆分记忆 那么拆什么呢 要拆成第一个就是认识的单词 认识的词根 第一个 就是把它拆成第一个 就拆成认识的词根 你看这个单词 长单词当中有没有认识的词根 第二个就拆什么呢 拆词根词坠 第二个就要拆拼音 一个单词很长 你看里边能不能形成汉语拼音的 阿博茨德 能不能形成汉语拼音的 第三个继续补充一下 拆什么呢 找熟词 拆熟悉的单词 拆熟悉的单词 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认识的长单词当中 看里边有没有若干的部分 能组成一个你曾经学过的一些单词 比较短一点的小单词 最后第四 拆什么部分呢 叫做找出 语 熟词行进的部分 语熟词行进的部分 这给大家总结 拆分的要领 一共有这样四步 第一个先把你认识的前后阵 词跟词阵拆出来 第二个就把谁拆出来呢 把这个拼音拆出来 或者第三个拆谁呢 拆熟词 单词当中有名人认识的单词 第四个就是说 把与熟词行进的部分拆出来 什么叫与熟词行进的部分 就是说你可以把某一部分 假想成一个单词 假想成你认识的那个单词 进行联想 进行联想 你看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先看一个长单词 叫做Crescentimum Crescentimum 这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菊花 大家看一下 叫Crescentimum 菊花这个单词呢 如果我们翻开词源字典 它是这样解释的 它说Cres呢 表示的是gold 叫金色 而Anthom表示什么呢 叫flower 这变成菊花呢 叫金色的花 你要看过那个周杰伦 拍的那个黄金甲 大家会发现 它里面出现的叫做 A Curse of Golden Flower 它的英文翻译 是这样翻译的 满成纪的黄金甲的英文名字 叫Curse of Golden Flower 就是那个 带着一个菊花的那个面具 在上面写的就是这个词 那么你会发现 你要这样去记的话 这就比较复杂 因为你发现 Cres跟gold长得不像 Anthom长得跟花也不像 所以就没法记 不好记 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去记它 怎么去记它 你看一下 班长我告诉你 刚才的拆分要领去拆分 找词根词坠 找拼音 找熟词 找熟词 找一熟词 行进的部分 先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单词 我们拆分联想的时候 最重要的时间 第一步先要找你有没有认识的单词 在里面 你看这词这么长吧 有没有其中某一部分 能形成你认识的单词 Cres跟mom 读一读 读完之后发现 哪个单词你认识 不要怕简单 有单词 有一个词算一个词 你看mom是不是认识 mom你拆完 你看前面还有认识的 是不是叫得 当你拆成这两个部分 拆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单词 常常那个单词 你已经认识一半了 或者说 你已经会写一半了 菊花是谁结尾 送给了母亲 听得有点肾的谎 是吧 记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谁呢 你看 剩下前半部分怎么拆 用拼音把它讲到四安三 三 三朵菊花送给了母亲 那你看什么时候 会送上菊花呢 什么叫语读词行进的部分 就是通过一个联想 把它前半部分讲到cry 你可以把cry cry 就像那哭的感觉 因为没有人说 母亲节送菊花的 一般都是 祭祀的时候 百年之后 你看看 来到母亲的墳前 送上三朵菊花 cry 三朵 哭者 送给母亲 三朵菊花 你会发现 有好多朋友会觉得 这样子很无厘头 很无逻辑 但是你这样去背 这个单词的话 肯定是要比你通过词 也背得要快的快的 多的多的多 这是必然的 所以说这个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 适合你自己 你就能把你记下来 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否接受这种办法 如果你不接受 那你硬背也可以 只要你背下来就行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 一些辩解的办法 就是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找熟词 找拼音 你看找语熟词 那部分哭者送给人 你先闭上眼睛想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pastilence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瘟疫 pastilence 这个单词叫瘟疫 瘟疫这个单词呢 首先你看 先找谁呢 有没有看 你认识的单词 看有吗 你认识的单词看有吗 如果有一点词不量的 同学看 这个词应该是见过的 叫past past的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害虫 拍死他 你看谐音机 拍死他 害虫 看第二 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前后缀 后缀应该有吧 ence吧 我们说证据evidence 对不对 ence结尾嘛 对不对 我们说叫耐心patience ence拆掉了 那么中间就是哪一部分 是不是这个iil iil 你可以进行一个联想 你要不联想 就把它放在这就完了 这就是害虫导致的瘟疫就完了 如果你要把这中间部分 不要漏掉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谁 你看瘟疫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eo 一种病嘛 所以当你要把这个词 拆成这样三部分的话 这词就非常好解 你看害虫带来的疾病 pastilence pastilence 必然你也想想这个分词 past i-l-e-n-c pastilence pastilence 叫你害虫带来的疾病 这就是瘟疫 好 看下边 下一个词叫做marose 看这个单词 marose这表示人情感态度的词 这是一个重点词 参加投稿考试 终于把它记下来 是一个重点 marose叫做郁闷的 沮丧的 depressed not happy 这词为什么叫做郁闷的呢 还是先找读 读 先读一遍 marose 他有没有认识的单词 有吗 有没有你认识的单词 你读完之后才能知道你有没有认识 你不读 你总看得看不出来 你读一读 就会发现里边个单词 rose 就肯定是学过的 玫瑰花 那么看前半部分 谋 为什么郁闷呢 谋啊 广东啊 还港 谋了 就是没有 谋了 广东话就是没有的意思 所以就是没有玫瑰花 所以很郁闷 你看情人节的时候 你没有玫瑰花 那你必然会很郁闷 你拿了一本托福词 还在那背呢 所以你会觉得很悲催 这个日子是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个日子很郁闷的感觉 没有玫瑰花 很郁闷 morose 这样想一想 记住了吗 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precarious 大家看这个词 这个词稍长一点点 叫做不安全的 not safe not safe dangers not safe very dangerous 第二个意思叫做不稳固的 第二个意思叫做不稳固的 或者叫做危险的 那么这单词呢 为什么叫做不稳固的 或者叫危险 咱们先按照这个方法 你可以拆分 你还是自己感受一感受 感受感受 能不能把它拆出来 先看有没有认识的 前后罪什么乱七八糟 前罪肯定有吧 第一反应是不是前罪能看出来 pre叫什么 是不是叫之前啊 后罪是谁 是不是ious 刚才给大家说了吧 uous ious 都是一样的 ious和uous car 就剩这单词了呗 前后罪拆完就剩了一个单词 这谁car嘛 所以现在我让你去背这个单词 你会怎么背 怎么背 为什么就危险了 你怎么去给大家词解释出来 在哪危险啊 是不是汽车前面很危险啊 就这样去记 汽车前面很危险 precar precar precarous precarous 你想一想 正常我们说 坐车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很少有人愿意坐副驾驶 大家都知道副驾驶死是最快 一旦要出事的话 所以有好多人恨不得坐在后面 甚至坐在后备箱里 都知道那比较安全一些 这叫做 坐在车前面很危险 车前面很危险 那么这就是一通一个联想 那么还是 如果要反对联想派的 这样的同学们 大家看一下 你要反对联想派的同学们 我告诉你 你看你怎么去记它 这里边这个单词呢 如果要通过词源去记的话 就非常麻烦了 你看看啊 prec来自于神 它是来自于pray这个词 是来自于祷告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祷告祈祷这个单词 后半部分这个 arios 正常是这个arious 这是整个的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部分 你要从这断开的话 你就会发现 首先从这发生了一个变形 比较大一些 原来的e变成了 ay变成了e 后面加了一个福音字母 加了一个福音字母 k这个音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样去记的话 会比较难记 为什么叫危险 这个祷告跟危险有什么关系 你看你像上帝祷告 是不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咱们看一些灾难片的时候 比较经典 像太坦尼哥号 你看沉船的时候 那些人抱着牧师的大腿 在那里猛背圣经 猛祷告了 那就是因为 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所以要不安全的 所以要正常是按照pray去记的 但你要通过pray去记 你可以感受感受 你通过pray 再去记 危险 这个是不好记的 你可以尝试 你可以选一种办法去记一下 如果你先用这个祷告 这个办法去记的话 你会发现很难记的 因为它拼写就不好写 拼写就不太好写 但就通过车前面很危险 每次服习就这样去说 车前面危险 车前面危险 这样记得会很好记 而且它的意思比较容易跳出来 比较容易跳出来 好了 那这个里面就说到这里不说了 好 咱们看下一个单词 再看下一个词 叫做雪崩这个词 这托弗里的词汇 叫做avalanche 阅读里的词汇 avalanche avalanche叫雪崩 我们叫snow slide 咱们说叫路面塌方 山体滑坡叫land slide 对不对 这表示雪崩 你看这个单词要让你找 还是你看有没有认识的部分 前后缀有吗 前缀后缀貌似没有 对不对 没有看有没有单词你认识的 熟悉的单词看有吗 熟悉的单词能找到吗 找到了吗 你同学想到了午餐 如果你想到午餐 那是lunch 吃午餐吃雪崩了 不可能 那吃多少 不是雪管崩裂 不要理解错了 你看一下 那不是跟午餐是没有关系的 一向同学在面授课上 有同学告诉我 说这是想到了午餐 午餐那是lunch 所以这边你要就想一想 还有什么就是拼音 你看这几个 总有一个办法能用进来 然后你把这四个办法 刚才说到了 词跟词对 拼音 熟词 还有就是熟词行进的部分 进行联想 总会能想到 大家看一下 那你看哪一部分 通过一个拆分 我当年在记的时候 把他想到了 乐安拦 雪崩怎么办 把什么给拦住了 吃个车 这样你想一想 拦车 雪崩把车拦住了 这个ABA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的眼睛 你看是不是像一个 正大的眼睛 中间一个鼻子 这种感觉 你看世界道理 雪崩拦车 读一读 Avalanche Avalanche 拦车 拦车结尾 Avalanche 雪崩把车拦住了 所以说 这个也是通过一个联想 把它记住了 所以联想的要领 我给大家已经总结出了 一共四大块 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去运用 你才能够 遇到一个生死的时候 马上能想到 该用哪个办法 那总有一个办法 说会适合你的 词分词缀 词缘 联想 还有字幕组合 总会有一个办法 能帮助你的 总会有一个办法 能帮助你的 好了 那么这里边到这就结束了 不说了